Hello 大家好 我是Kinson Stronger 又在我后面 今天我们就继续介绍 MCMTR 重现了的车站 今次就是第41集会介绍上环站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中环站的哪个大堂 北达街大堂 我们就坐一个站继续我们这个港岛线的系列 去上环站 上环站就是由Shawn甲重建的 所以今次都同事之外了 就会由Shawn甲带我们去为我们介绍 我们会用一个最原始的方法踏车 对了 因为港岛线这里还没有自动系统 所以这里就要这样踏车 斜通 搞定 对了 对了 那我们用人力推一下 好了 那我们上一趟 好 我们到了 很近的 下近快就到了 现在是近到广播未说完都已经到了 就是由上环去中环那边 我记得 对了 因为中环的月台 广播实际太长了 因为若有发行了什么 下一站中环 那整天可以转成 荃湾线东冲线 机场快速三条线 再加上左边车门出去打开 所以是有时间说的 可能金钟站已经打破了 但是这个不知道 金钟站反而没有 不是的 金钟站 尖沙咀向金钟方向 可能会再劲一点 不知道呢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就可以在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就欢迎来临上环站 上一集我们说到的 中环站是2020年重建 这个车站都已经是2021年重建 所以是新一点的设计 可不可以说是新一点的 有点不同 可以说是新十一点 因为上一个车站真的太迫了 但是这个车站是有点位置的 所以就可以做回 你看到很长的这个车站 那就是 对了 为什么这个车站 和说一下这个车站是多长呢 以实来说是多长呢 不是平时8卡车长的 是分分了9卡10卡那么长的 可能有200多米 那是多少 一卡的Mtrain就好像25米 8卡就200米 再多一点 那可能接近300米 还是可能没有 250米 对了 所以我们这里就是很长的 这里都是有一堆的 用不完的 屋门 就是在月台的尾端 但是稍后再说 本身上环站 根据它的历史性 那边为什么这么长呢 就是因为有另一个站 叫林市站 那这个本身是 原名是叫上环街市 林市站是不知为什么被人 听说有鬼故 不过是不是鬼故 不知道 那就是 黄色啦 都是一个拱形设计的了 黄色啦 做上面啦 那就加这个 啡色 那我们就用 沙岩 乌山洞和 Cocopada 做它的拱形设计的 都好一个拱形车站 对了 我们进来啦 一号月台到二号月台呢 是被人隔着的 所以要回到月台 就要看清楚了 因为是不同 流氛啦 就是不同的 坚步 一号月台呢 就是我们的对面的 一号月台的出口呢 是没有升降机的 是吗 这边没有 一号月台没有 所以基本上你要无障碍设计的话呢 你要怎样去A到D出口呢 一号月台的话呢 要是 就乘搭召筹车 就是中环乘搭召筹车 要是 就 我们去E出口 上E出口大堂 下回去二号月台 再过来二号月台的升降机 哇 MTR应该做点东西 就是意识的一个吗 其实这边有没有空间 这边是有的 但是就没有了 不知道是不是又是级不值啦 但是基本上这个站 我们都比较完整的 整了出来 因为其实这个车站 就没有那么复杂的情况 所以就可以 把所有的附生机 整出来 因为这里都很复杂的 要复杂啦 一号月台 一号月台 给大家看一看 上回去吧 那大家就可以 看到这里就 一堆厨啊 其实有没有密集恐惧症的就注意啦 因为这个车站的确是比 其他所有的车站呢 是比较 暗色一点点的 所以是有些恐怖的 你经过这个车站 太厉害了 好了我们上到来 哇大堂都过了慢一点啦 其实现实来讲 都是很阴沉 很阴色的 因为 其实真的没有办法 啡色是令人感觉到有些恐惧 对啦 对啦 那么就 带商环站带堂呢 就有个黑毛中心啦 还有电梯啦 对啦 就是二号月台 正在二号月台的电梯啦 是不停中间那一层的 只是在二号月台 这里就看到一堆商店 七十字啦 负四 叫负四 这些历史还在 是两个竞争的电梯 A7号就是永乐街 它连接了一些大楼的 它是连接了一些大楼的 但是所以才知道为什么好像那些楼梯是没有暴露出去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做不到啦 因为空间问题 所以我们就唯有这样取题 用这些楼 但是旁边是围住一堆大楼的 是很棒的 拿回大楼吧 B出口就是去 希利街 那就比较自动了 对啦 终于做了 终于看到那样了 而这些楼梯呢 就是干落道中 又是干落道中 上一集大家可以看到其中一个楼梯是干落道中 这样而已 而这些楼梯呢就是港澳码头 这个就是没起的 我很记得这个是没起的 就是我们就这样 对啦因为 港澳码头其实它实际上就 如果大家二十七下呢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location 对向哪呢 所以基本上都起不了 是没可能的 回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上环站的上环加仕大堂 那我们就可以去一去 另一边 那么就有鬼故就是说林志镇因恶事 没起到 好像说 又堕鬼灵人 又有什么公众之外 所以最后是没起到 那这个不是原因 这个不是真的原因 那这个东九龙线就 就用这个沙中线就取代了 就是现在的断打线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一车去无 无击击 无击击 商场 这里就反而两边都有电梯 反而两边都有电梯 而且这里反而被上环站是 光满了一点 它是翻身过 好像是 其实大家可以留意 它的灯 其实是都比较光满的 就是比上环站 街市那边 这里真的有很多光满 是的 出事的地方 所谓有出事的地方 就是这里 这个位 那这个位置 是不是特意弄回 这个月台出来 因为曾几何时 我忘记了几年 它是有开过这个月台给大家看 如果我记得的话 因为我以前 我记得很久之前 我现实也有来过这个站 那我 那个时候 记得是 真是 没有幕门 但它有一些 铁的围囊围住 未围封 但是好像听到就是 2011年 它这个西港都市要开始起的时候 它就一拼 翻身了上环站 就封了这里 就好像 没有了 就变了对面 对面就是封了之后的样子 这样 这里 封了这里就是这样的样子 整个黄色就去到尾 这里都有指示 不是 是一堆死了 什么都没有 大堂 上去 我们再上去就是大堂 都比较过猛 是不是重现过都不知道 但是真的比上围街市那边 真的是光亮很多 他们还加了个厕所 忘记了哪个位置 总之这个就是有厕所 但是不知道哪个位置 忘记做了 好像有分E1 E2 又是不知道多少 E1 E2 E3 E4 E5 就是去目击香港 但是我们那时候重建的时候 都是没有弄得用到出口的 因为现在是空间问题 E出口 是连接着 香港人的出口 E3就是升降机出口 这里 升降机出口 E3 是用到的 我这里 就是刚刚那里 基本上如果你说真实道的话 这里除了E出口之外 其他要做的东西都送了 对了 我们下次就继续讲这个 西港都线 那些站完全不同风格的了 因为都是新的 包括MZMT 我们里面都是新的 大家拭目以待 多谢大家收看今次的上环站介绍 也多谢Zonger 为我们介绍 这个站 OK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A出口 就是永乐街 对了 稍等 我们试试一下发生什么事 好像被人拆了 好像被人拆了 因为本身听说这个站是要搬的 但是就没什么时间搬了 所以最后就没搬到 实在距离中华集团太近了 原本好像说 打算向西搬多一点 不过就 到现在都没搞定 我记得好像 我们是打算搬这个站 但是我记得 好像有人是copy了 那个站 不知道找不找回 可能在上面 你可以飞上来 去这里 外太空 OK 这个是西行团 不是这里有出口 噢那些出口是在这里 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真实的出口 我们可以再介绍一次